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说这组获胜者将会获得我们栏目组送出的价值5000元的民歌传承基金 同时呢还有资格在年终的时候获得角逐黄河歌王的称号 好 先来一起认识一下今天台上的四位嘉宾老师 首先欢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金牌主持人高丽 欢迎您高丽 好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呢 应该说是我们山西卫视的老朋友了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著名学者胡小伟 欢迎胡老师 欢迎您胡老师 来 朋友们让我们热情的掌声欢迎 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声乐教育家马秋华 欢迎马老师 好 最后为大家介绍著名评论人老杨 欢迎杨老师 杨老师你好 好 再次的欢迎四位老师 也欢迎现场所有的好朋友来到山西卫视 歌从黄河来 那接下来要通过我们身后的大屏幕 先来简单地认识一下今天的五组选手 通过大屏幕我们已经看到了五组选手的剪影 大家有所了解了 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 欢迎您和我们进行短信互动 来预测今天晚上的胜出者 您可以编辑短信8778 加留言发送至106620 来预测我们今天晚上的胜利值 如果您预测成功的话呢 您本人将会获得价值900元的诺亚信手机一部 一定要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 同时呢在这里还要提醒您 如果爱唱名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展示自己的才华的话 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 03514195656 同时呢可以通过登陆新浪官方微博 S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参与报名我们的节目 好 今天第一个出场的选手 那么还是通过现场随机抽选的方式来产生 身后的大屏幕呢迅速地转动起来 然后我们全场一起倒数 歌从黄河来 5 4 3 2 1 会是谁呢 5号 是来自山西的一位47岁的朋友 叫行金堂 关键词是这样说的顶天立地一保安 一位保安朋友 那这样我们通过一段小片先来了解它 大家好 我叫行金堂 来自咱们山西丁山西藏头冲 十几年前来我来自咱们省城太云 在有点提朝打工的 改老一年多了后来就倒闭了 没办法我又做这个单位又倒闭了 在这没办法情况下 遇到咱们这个老先 把我介绍的咱们太云寺 保安公司 咱们人民保安 为了国家人民的安全 哪里需要我们就上那里 我曾在这个四人大 四公安局 还有大型的引操会 去执行维护正眼 看到那些大明星的 比如咱们孙祖英 还有咱们山西的英明们 阿宝 是咱们等老师 我今天非常羡慕 所以今天我就来自咱们山西卫视 我要称之这个环河贯网 我要先扶起进攻 我的工作不一般 为了国家的安全来保安 要问我是哪一个 今天你第一保安 我就敬礼 你看以前各行客业的人 都来过咱们节目 但是保安 您又是第一个 您做保安多少年了 七年了 七年 那年头也不短了 七年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英雄事迹 给我们介绍 有没有一些故事 惊险的故事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曾经砸过小偷 砸过小偷 刮过小偷 那是2006年的事情 云火菜市场 有个人鬼鬼祟祟 像小偷 他看见我们在外面 这钱他就不敢 不敢进 不敢下手 我们搞进去 不多事 他就 拿着他滚机就进去了 我就找救他 我三步 鞭子两步 我去把他 他去把他车子跑一样 我扎着 车子一会把他摘倒 摘倒后来 他就 车子倒了 他让他跑了 我还蒙你赶紧 摇晓 砸小偷 砸小偷 和他又把那个 四围那个对面 后面跑了 有两个武警 一会就 一会一会 他闹着 我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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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气度 狠狠的踩到那去 我都 人全都不适合 干上来 甚至脱了 车子的 好 谢谢 还真是顶天立地 保安了 说实话 你就不害怕吗 万一这小偷手里 有一些 这个匕首 或者一些 这个 哎呀 但是我们已经把 绳子多了 我只要 我都对得起 这个保安衣服 我什么东西化 好 就是这样 你看得出来 这个邢大哥啊 是一个这个 平时啊 就很乐观的一个人 他的肢体语言 也很丰富 对 所以说呢 接下来他要演唱的话 我相信也一定会是 会声会色 哎 那第一环节 唱什么歌 我是来自我们定仙人 我给大家唱一个 我们定仙的 言歌小调 老俩有关定仙 小谷那个小谷 把伞那个混的爱 老俩口下 跟上这么见下场 老海 心痛啊 把老眼要哼 老婆的后定 他就跟老外讲 大步走 那个小步下 小步动 都是快不放 哎呀 哎呀 你看得 电流乘口子乱 人人进行 赶紧俩七个派本 比喻的马龙家 差不多就 高楼大三 那七个洞子 再来上 帮着五颗 主颗两颗 圈套三颗 超级两颗 哎 哎 差不多咱那会谁 谢谢 虽然我只听懂了几句 但是我一直心里 像开了花一样的高兴 看到了你们的一种 精神的东西 一种快乐 幸福的东西 力所能及的时候 要助人为乐 力所不能及的时候 要自得其乐 我觉得今天行师傅 又力所能及 又力所不能及 因为力所不能及 他自得其乐了 但是他又用他的那一份 小小的自得其乐 助人为乐 让我们快乐了 所以感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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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乡好汉当保安 唱歌站岗不一般 虽说缺枪少子弹 照样群贼护民安 好 谢谢 你这不是保安的座派 你知道吗 这谢谢的方式也太 再重谢一个 对对对 这个就对了 对 这就像保安 行大哥 行师傅来 到我们这里来 到我们这边 这个我先帮您拿着 您知道下面 你要做什么吗 我要选我这个对手 选一个对手 不是选对象 而是对手 对对 选一个吧 我就选这个二号 为啥呢 因为这个马天子的 我要服务他 长得又美丽又可爱 可是我不知道 他歌声唱得好不好 所以我选着他 让他出来给大家展示 展示人好不好 所以就显示了他 突然感觉这舞台上 多了一个主持人 谁允许您 跟底下台观众互动呢 是吧 马天子对他的描述呢 是古灵金怪 小酸枣 那接下来呢 咱们通过一段短片 认识一下他 大家好 我是马天子 来自红色的革命圣地 延安 我外表看起来比较柔弱 但是内心很强大 我呢是一个比较爱折腾的人 有的时候呢 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清纯一点 有的时候呢 又喜欢把自己搞得复杂一点 我特别喜欢唱歌 小时候呢 是听听妈妈的歌声长大的 因为家庭条件的因素呢 他没有上过什么大舞台 那我今天呢 来参加歌从黄河来的栏目 一是为了展示自己 第二呢 是为了实现我妈妈的愿望 有一个女娃子 爱的人要叫铁子 它是从黄河北边来的美子 要三白 呀呀 家门呀 山北的歌唱给大家跳 要三白 大家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这名字甜 歌声甜 人长得也甜 谢谢 你本家妹子 给你个机会 你赶紧问 啊 我对 我本家妹子啊 哎 你刚才唱那个 开场那歌 里边摇啊摆啊的 什么意思呀 也不知道了吧 摇三白呢 是说的是隋德的一个特别爱称美的姑娘 然后呢 她穿着长裙子 在走路呢 一摇一摆的 比较得意的样子 唱首什么歌 唱首什么歌 第一轮给大家带来一首 女孩单水 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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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그래 哎 女孩叫把的水都糟糕了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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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后不再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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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又好呀 又好 又好黑 这小狗带 爱来的呀 我回走了来吧呀 对呀 对面聊上过来个牧师鬼 哎呀 装到的恶地 呀好有水 哎呀 笑笑了 对面聊上过来个牧师鬼 哎呀 装到的恶地 呀好有水 哎呀 装到的恶地 哎呀 装到的恶地 呀好有水 谢谢 好听吧 哎 老行 你看啊 刚才你说 就知道人家姑娘长得漂亮 对 不知道唱得怎么样 现在歌听完了 你觉得唱得怎么样 唱得太好听了 又甜又美 害怕了吧 害怕你把我剃开下去咯 这宝安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 这一笑这边还有三颗银牙 哎呦哎呦 你会把他手做的动作 跟你内容的动作 和你的眼睛不搭调 哎 就是你的心 没跟着你的这个肢体去去动 甜子她的这个 在整个舞台上给人带来的美感更强烈一些 但是你又不能否认 行师傅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的那种心情上的愉悦 所以我觉得他俩不是同款的PK 可能更多是一种互补 行师傅 咱不跟他比嗓子啊 您这个动作还是很有味的 我还提你啊 这个女人都是水作 柔情思水 所以呢 可能有这么一副对联 它叫做 单水白水 天下女人 如水似水 唱歌听歌 黄河万里 飞歌欢歌 横梯式 歌甜水美 杨老师说的我都渴了 你笑什么呀 你也渴了 我也渴了 是 谁该对证了 那究竟是 来自山西定乡 鼎天立地一保安的五号选手 行金堂 会暂时胜出呢 还是来自陕西的古灵精怪的小三枣 二号马田子会暂时胜出呢 好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看看谁能够暂时留在舞台上 恭喜天子 来 邢大哥您先到下边去稍微等一下好吧 那边 那边 田子到我们这里来 你看人家马田田啊 田子这名字多好听 你说我这个姓雷 我叫雷子 就听上去凶巴巴的 雷震子 你这中间加一个震子 这行啊 开玩笑 开玩笑 选择一个接下来出场和你对阵 想一想 一号三号和四号选谁 我选三号吧 都是唱常被名歌的吗 我想我更具有优势 五十一岁的选手了 对 人家有丰富的阅历 有经验 你怎么就觉得你比他强呢 人家两手都有 我年轻啊 我漂亮啊 是吧 年轻啊 年轻 还是跟选对象有关系我觉得 来咱们通过一段小片呢 认识一下三号周金平 大家好 我是来自陕西咸阳的周金平 老家呢在陕北的渔林市 很小的时候呢 为了原我做一个演员的梦想 随父母到了延安 歌王王老师就是现在我的恩师 王向荣老师 我现在是他的传人 现在就一边唱歌 一边写歌 要多元化 就是把其他的种类东西 要加在我们陕北民歌中 我从小喜欢写字 我就梦想在舞台上呢 为大家写字 为大家唱歌 我在黄河的那边 山西在黄河的这边 歌从黄河来 我从黄河来 我来了 主持人 你在做什么了吗 我 我主持啊 你 你主持为了啥呀 挣钱啊 哦 挣钱了 那你挣哈钱 想做什么了 去婆姨 哦 吃婆姨了 那你吃哈婆姨 做什么了 送娃娃 哦 那送哈娃娃 还做什么了 我让他唱歌 哎 你主持人不培养主持 咱能让他唱歌了 要主持啊 我发现了 现在啊 主持不如唱歌 还是唱歌挣钱多 您比如说您吧 您要今天胜利的话 五千块钱的民歌传承激进 哎呦哎呦 哎呦 一弹钱呢就死了 还是传承要紧 啊 周金平大哥啊 您看您这关键词是 一手拿话筒 一手拿毛笔 我们就见您话筒了 没见您毛笔 对毛笔呢 哦 一手拿话筒 一手拿毛笔 啊 我两手都不闲 您瞧第二关 瞧好了 第二关 哦给我们还卖一个关子 今天呢来到了这里呢 我给大家演唱一首陕北民歌 叫 那达达 也不如我们 塞姑姑吼 颠叫 呢 輝儿 sunglasses 爱美 我的那个美 实在爱美 爱她那个聊聊 爱她哟 爱她哟哟哟 爱她哟哟哟过一条网 这大宝门楼 La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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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啦 ية 哎呀 哎呀 大绘绘蛋的沙拉虎 包心描来 那个家园穆的巩洞 颜色的较靠 那个家园不得 大大大也了不然 咱们了三个 高好人 你看前面你都说了 你说你年轻 你有优势 现在我在问你 你觉得你比台上的老大哥 你可能得叫叔叔辈的 你觉得你们俩谁强一些 我觉得还是我强吧 我觉得我更有活力 你更有活力 他只能想当年 他更有生活 他只能想 他是想当年 你呢 想现在 我现在就很好 这位大哥受打击了 周津平同志 到了低音的时候 你刚才低音声部有点哑 出现了一些哑和 这种摇的东西 嗓子可能累了 要再好一些会更好 哥的名字叫 哪大大也不如 咱三哥哥好啊 他是有一种特别的自豪的 是吧 一个沟里边呢 他可能有特别的物产 还有呢 还有特殊的乡亲 所以会给一种 特别的优美 让人怀念的地方 周津平呢 在二号选手 二十四岁的马田子 面前多少有点不自信了 你不用怕 那你是正当年 你不一定有活力 但是你一定有激情啊 来 接下来 四位老师 见到所有的好朋友 马田子 周津平 你们决定 让谁暂时留在舞台上的 请选择 好 结果已经出来了 让我们看一看 暂时留在舞台上的 会是谁 五位选手一一两相 从南爱心妈妈 精彩演唱 波特老师的高度赞扬 她有竞争力 当歌王的话 是因为她的唱歌 她的歌唱是真情换真情 必须要有经历 阅历 这一点你应该 向陈红姐姐学习 宁夏导游方言作秀 先唱观众 恳呼大叫 好 结果已经出来了 让我们看一看 暂时留在舞台上的 会是谁 恭喜田子 来 田子 行啊 行啊 两轮都胜了 对 自古英雄出少年 人小鬼大难招架 还有两个选择 还有两个选择 一号和四号 我选四号 四号 来自湖南的陈红是吗 为什么 对 为什么 因为她是校长嘛 湖南歌也唱得好 但是我想教她 唱山北民歌 你这还真是自信 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人家可是土家妹子 还是爱心妈妈 你又给你当老师 咱们通过一小片 先来认识一下陈红 大家好 我是来自湖南张家界的 土家女孩陈红 我是一名幼儿园园长 自己开了一所幼儿园 我们那边很多的年轻人 都出去打工了 所以把孩子都留给了 年迈的爷爷奶奶 而爷爷奶奶呢 除了给予他们 生活方面的照顾以外 无法给孩子们 拓展更多的学习空间 所以我想通过自己的 微薄的力量 来改变这个现状 现在我觉得 非常的满足 也很幸福 因为我每天都可以 看着孩子们 灿烂的笑容 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今天我带着孩子们的 祝福登上舞台 我一定会好好加油的 如果感到幸福 你就拍拍手 如果感到幸福 你就拍拍手 我是来自湖南张家界的城洪 听我唱歌 大家一起拍拍手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你把这儿当幼儿园了吧 大家都高兴都快乐 幼儿园是你办的 对 你就是校长 那你就是园长了是吧 对啊 肃然起敬啊 这么年轻人 都有自己的幼儿园了 幼儿园有多少孩子 我们幼儿园有200多个孩子 200多个孩子 真不少 咱这幼儿园都有什么特色啊 我们幼儿园的那个主楼 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大的吊脚楼 是吗 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你进到我们幼儿园 穿过操屏 走上楼 一路上你会发现非常多的 具有土家族特色的一些东西 这有什么 比如说有土家族的 织景西兰卡普 土家族的腊染 土家族的腊肉香肠 土家族的瓷巴 土家族的小贝勒 还有很多土家族的 文化艺术 以及风景的一些图片 这次有没有带一些 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你身上这个是不是就是织景啊 我身上的这一块 就算是土家的织景 叫做西兰卡普 那第一环节给我们唱首什么歌 第一首歌是 一首桑知名歌 叫做四季花儿开 春季花儿开 我还是要多来 一朵鸭的那个国子有火 飞摇过地山来开呀 飞呀 飞呀 飞摇过地山来开呀 敲击我的小乖乖呀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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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摇过地山来开呀 飞呀 飞呀 飞过地山来开呀 小乖 我的小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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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长起来传承下去 这个意义我觉得特别大 当然了 这个土家族还是湘西 已经出过很有名的歌唱家了 古葬县 还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的 这种土家族的中国的歌唱家族来 谢谢你 陈宏的演唱 它还是属于用的是混合声 但是你这种声音音色比较明亮 比较有冲击力 比较有劲 但是接高音的时候 就会相对来说要困难一些 我现在特别想跟田子说一句话 现在站在舞台上的陈宏跟年龄相仿 可是你发现他们两个呈现的舞台 气质是截然不同的 可能田子更直接 更单纯 然后更轻松一些 但是陈宏虽然比他只长那么几岁 但是他在台上显得更加的 从容 更加的有魅力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 美丽固然重要 但是如果想要有魅力 你必须要有精力 阅历 这一点你应该向陈宏姐姐学习 好 来 田子去到舞台上 两位美丽的姑娘要接受挑战了 接下来台上的两个年龄相仿的选手 我们大家决定让谁暂时留在舞台上呢 请选择 好 那究竟是来自湖南的四号 土家妹子陈宏会暂时胜出 还是来自陕西的二号 古灵精怪的小酸草 马田子会暂时胜出呢 走 好 依然恭喜建议 陈老师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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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伙 两元老将PK掉了 美丽的湖南姐姐也PK掉了 没得选了吗 一号 没得选了 没得选 你也知道没得选了 她怎么突然觉得感觉有心 咱们通过一个小片来认识一下 一号选手金文忠 一起来看 金子哥告诉你个事呗 我找到男朋友了 你是不是应该祝福一下我 怎么祝福 那就送我首歌呗 行啊 给你来首 看妹妹那个大门说 我散了呀 行啊 行啊 那一号 大家好 我叫金文忠 同事们都叫我金子 我的职业呢 是一名导游 我特别喜欢我们宁夏的花儿 为了学习花儿 我曾经多次去我们宁夏的南部山区 去学习的 因为那是我们宁夏花儿的故乡 自从我学会了 这一唱 就唱了十年 今天 我要站在 歌从黄河来的舞台上 把我们宁夏的花儿 带给大家 好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跟上来 干嘛走 哎 担心这里有台阶啊 请大家呢 最安全 我们走路不关井 关井不走路 哎 我们见面的朋友们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美日的六盘山 朋友们六盘山好不好 好 六盘山美不美啊 没 其实啊 不仅六盘山美 其实我们六盘山的花儿 也是非常的纯朴 这里的人们呢 都会唱歌 哎 我先自我介绍下 我姓金 叫金文忠 这次就由我来 为大家带领 我们宁夏神奇之旅 来自宁夏一家旅行社的 一个导游 金文忠 哎呦 对你的描述是 最值钱的导游 这是你说 什么叫最值钱的导游 这怎么个最值钱啊 哎 我姓什么 金啊 金啊 如果你是我的团员 你怎么称呼我 金岛 对 金岛 金岛 是这么值钱 金岛啊 我想问问你啊 平时在你的工作当中 接触的我们山西的团队多不多 我们山西的朋友来我们宁夏呢 其实呢 每年都在不断地增多 你要是接触那么多的这个山西的团队 你平时要不要学一些山西的方言 或者是山西的民歌呢 会吗 山西的朋友们 你我一定要来 宁夏娃儿 宁夏的热门 欢迎你们到宁夏来 头上 藏得不来吧 藏得整脚哥不来了 整不来了 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 这是我们太原的方言 意思就是 真不错 真好 接下来 是不是该唱 你家乡的歌曲 这首歌的歌曲叫 上去个高山 往平川 平川里 有一对牡丹 上去个容易 摘去个难 摘不到手里 手里是一片枉然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紫红能量苛 自然游泳 沿着里 山沫 太折瀝了 逃不到手里 ört一下 郁山沖 主曲是哪排 穿不倒 蛤牙手 你是 Creator 是否 lad 是这样唱歌跟说话是一样 唱歌我现在说话 我喉咙打开 我是搭上气息 如果我搭不上气息 我就这样说话 你唱歌他唱歌 就把气完全掉起来 所以唱歌跟说话 都要喉咙打开 都得把气放下来 那么刚才听你的 说话说得非常好 唱歌的时候 喉咙紧把气掉上去了 我觉得你看他唱起来 美滋滋的对不对 不单颤音表情 那个美滋滋的 都显示出 这个特有的一种风格和风情 胡老师您能唱两句花儿吗 您既然对花儿这么热衷 我个人喜欢的一个花儿 是青海花儿 我是四川人 那个花儿就叫夏四川 行 我们听听听 两流山 三流山 那哈交和歌 下了这四川 马老师 马老师 马老师您点名一下您身边这位选手 太业余了 唱得挺好 就是底气没他讲话够 这显然是方法还存在问题 想挣钱当导游 脱口秀会忽悠 麦特产 小军最恨这一首 小军实实在在地给游客唱歌 宣传自己的家乡 来最后一轮的这个面对选择 接下来呢场上两位选手 胜出者将直接晋级到第二环节 请选择吧 恭喜你 恭喜你 恭喜天子 天子可以去准备第二轮的这个展示了 接下来呢让我们请上刚才的另外三位选手 有请周金平 陈红 行经堂 好 哎呀这个小酸枣不得了啊 一路过关斩将 好几个老同志都给PK掉了 然后呢他已经提前晋级了 接下来呢四位选手 邀请台上的四位老师做出评判 从他们当中的选择一位 淘汰 离开 请四位老师商量一下 那我们也特别想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虽然是非常难的一个选择啊 你们觉得谁会在这一环节被淘汰 试探性的这个问问台下的这个观众 大哥 接下来假如您就是评委 让您从他们四位当中选择一位淘汰 您会选择谁呢 要是平行而容 根据个气挺通常 可能保安要下去 可能保安要下去 为什么呀 因为感觉这个长歌的歌迹 可能碎片 稍稍有一些逊色 您是搞专业的吗 不是 您就是对比 觉得它好像稍微差一点 好您请坐 俗话说这个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大哥说的准不准呢 是大哥自己的这个看法 可能不代表老师们的意见 那接下来 四位老师 请告诉我们 你们商量的结果是什么 不是这个不怕货比货 就怕不是货 不怕人比人 就怕不认人 能当得了导游 不一定能把歌唱得非常好 能写得了一首好毛笔字 也不一定能把歌唱得好 当老师当得挺好的 歌不一定能唱 保安更不用说了 能抓到了小偷 也不一定能唱 所以你们都有在这一轮 被淘汰的可能 我就在咱们山西 我不得罪你们 要得罪你们 请北京来的老师们 我把这个淘汰这个事儿 交给高丽 高丽 不想当保安的导游 不是好歌手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抱歉的通知 咱家门口 自己人 行师傅 有机会再来 谢谢您 简直大喘气啊 这马老师说对 他们都学坏 秦大哥 您先留住 您要留下 再给我们拉完两句 刚才高丽说完以后 你说了一句什么 我听到你说 Thank you Thank you 我知道我来这柜子参与 咱们山西这个歌唱环 后来支持一下就OK了 水平有限 还请老师活 管这么多多年了 谢谢 下回 我还会来 OK 好 敬业的导游 在舞台上竭力宣传自己的家乡 却遭到评委老师的质疑 冬有黄河一条龙拉 喜酒喝了啪啪啪啪啪 有一点很重要 我觉得是你在今天这个舞台上 也许可能会是你败下阵来的最主要的原因 你觉得凭你今天的表现 能不能当得了阁王 是你答应的 只要他赢了你 你带他免费去宁夏旅游 你确定 我确定 我确定 我说过就是要陪吃陪喝 陪我 直面小蜂岛 他的命运将会如何呢 让我们一同期待 总有一种声音让我们回味 他豪迈 他奔放 他淳朴 总有一种思念让我们向往 是亲情 是爱情 是相成 总有一方舞台让我们凝聚 他在深西卫视 他是歌从黄河来 那接下来呢 要进入到的是第二环节 在第二环节开始之前呢 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剩下的四位选手 您发送短信 8778 加留言 至106.620 来预测他们最终的胜利者 预测成功的话 您本人将有机会 获得价值900元的 诺亚信手机一部 还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 03514195656 报名打电话 参与我们节目哦 同时呢 可以登陆新浪官方微博 QRA我们山西卫视 歌从黄河来 和我们交流 来积极参与 来了解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 接下来呢 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提供一次这个 得大奖的机会 大奖呢 900块钱的诺亚信手机一部 来 这边的大屏幕呢 转动起来 来 歌从黄河来 3 2 1 停 17 17号 来 哪位朋友 这么快就看到 给他一个 是17号吗 嗯 以前有没有来 看过我们的节目 看过的 看过这个节目 但没有在演播厅 录过节目 现场没看过 没有 感觉怎么样 那更没想到 第一次来就 有这样的机会是吧 我刚才想到了 就是有那种 就是那个 冥冥之中 对对对 我就觉得应该是我 真的 你别说了 再说人家以为我们 找了一拖呢 没有没有没有 好 四位选手 你觉得他们当中呢 谁能够晋级到第三环节 你预测一个 歌从黄河来 我尊重我自己的耳朵听觉 我选择2号马田子 2号马田子 你认为他在第二环节 会胜出进入第三环节 对吗 好 请坐 来大屏幕再次转动起来 歌从黄河来 3 2 1 停 停 27号是哪位朋友 27 27号 这位大姐 因为第二环节有两组选手 会进入第三环节 您再想一个 再想一个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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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我们看 周金平 那51岁的老大哥 好 您请坐 如果您预测成功的话 同样价值900元的 诺亚新手机部送给您 好 那接下来呢 第二环节马上开始 首先要请出的是 2号马田子 有请田子 田子一上来还给我们带礼物啊 不是给你带礼物 人家是显然给我带的礼物 因为是一副男士鞋垫 这是要下边展示的道具 对 把我们第二环节呢 稍稍做一些调整 90秒钟的时间 我们的选手呢 要充分利用90秒钟的时间 集中展示自己的才艺 对 包括一些民歌啊 民我啊 民俗 方方面面 那接下来90秒钟 田子给我们带来什么 我选了一段那个 著名的电视剧 选择浪漫上的插曲 就是主人公发生在陕北的爱情故事 明白了 要通过一段歌声 向我们讲述一段 美妙的爱情故事 来90秒钟的时间 计时开始 拍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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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第一轮唱的那个我觉得更清楚感情的更多一些 如果是他有竞争力当歌王的话 是因为他的唱歌 他的歌唱是真情换真情 马田子第一轮的胜利是青春的胜利 名歌尤其需要找到自己的风格 自己的给予你陕北生活的这种多面性 努力 山西名歌会唱吗 可以 宝财字 江西名歌唱 小小小小小的我手味儿 那个软 压活儿 嘿 得起个快子 端不齐个玩 鸭儿鸭 田子唱完这两段之后 我一想 我其实可以换个方式问你 田子 你凭什么想当歌王呢 你看 连杨老师都被你田子 酥到骨头里去了 来 田子 拿好你的篮子 谢谢 谢谢大家 还得选择呢 来 三个选项 都是曾经在第一环节 被你PK掉的三位老同志 接下来继续选择 选谁和你对镇 我选一号 一号 金文忠 最值钱的导游是吧 对 我迎问他 我就可以免费去银川旅游 谁说的 他说的 来 你先在那边坐等着 来 有请一号金文忠 有请金党 好 台门我又回来了 是你答应的 只要他赢了你 你带他免费去宁夏旅游 你确定 我确定 我说过就是陪吃陪喝陪玩 陪吃陪喝陪玩 可以可以 这样激情90秒 怎么集中展示 编了一首就是把我们宁夏的这几个大的景点 通过我们的歌从黄河来的舞台呢 展现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美丽的三上江南 来 我告诉你啊 我一直没有去过宁夏 但是我对宁夏呢充满了憧憬 我希望通过你这段歌 把我把所有没有去过宁夏的人 都吸引了 带到那个美丽的地方去 好吧 来 90秒钟的时间 即时开始 有请 欢迎订阅 说宁夏 唱宁夏 塞上江南 穿佳华 西夏令 谁懂购 沙后的景色 没入华 荷兰燕花 银石城 沙不得的景色 说不完 说不完呀 花开人人 哎呦 不完花开 哎呀 哎呀 一片蓝 玉米只想 美名穿 哎呦 大骨飘香 金灿灿呀 牛羊大锅 刮过天 无产不热 冰冰的 宝心的 花开呀 哎呦 花开呀 花开满山川 哎呦 唱宁夏 展宁夏 宁夏的枸杞 加天侠 二毛子屁 加三生 枸杞 发财和烂盐 中米的西瓜 打油天 谁不夸 塞上好江南 好江南 呀 花开满山川 哎呦 山东的枸 停 停 还想唱 看你自己知道时间到了 太多了 看不完 看得出来是一个非常热爱自己家乡的导游 导游要做到这个份上呢 算是称职了 倒是导游够称职的 但这个PK 我个人先发表点观点 您等着临这小妹妹旅游去吧 有一点很重要 我觉得是你在今天这个舞台上 也许可能会是你败下阵来的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你没有充分的利用这90秒宝贵的时间来展示你该展示的东西 因为你刚才那90秒里面传递的信息也太多了 信息量大的时候会让别人找不清楚你想要说什么我要听到什么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甚至是很致命的 他说的比唱的好多了 一号选手啊果然是身手不凡 你成功的利用了给你的90秒的时长 让我们这档节目第一次有了植入性广告 这个舞台你不一定永久的站下去 但你一定有机会站到宁夏回族自治区 年终岁末你们自治区旅游局表彰大会的舞台上 谢谢杨老师 一达优秀 自治区优秀导游 好 接下来呢第二环节 第一组的对阵选手 二号马田子和一号金文忠 我们大家喜欢谁多一些呢 请选择吧 恭喜你 恭喜你 恭喜马田子晋级到第三环节 尽到刘波 尽到刘波 一点都不遗憾 你知道我要问你什么你就一点都不遗憾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 我想你可能是在鼓励我或者是在安慰我 我是这样想 其实呢 不是 我准备问你 你准备带姑娘到哪去玩 对 那宁夏的景点太多了 我们宁夏虽小 但是旅游虽然非常的丰富 要一和 两沙 两山 两文化 首先呢我带田子呢去沙湖 去沙坡头 去夏林 去影视城 去水洞沟 这些呢都是大的景点 山西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啊 特别 山西的朋友们 还有我们的哥从黄河来的朋友们 我们的各位老师们 一定要来宁夏吧 到宁夏找我 我亲自带你们 吃好喝好 玩好 好 这导游绝对到位 金岛这次来说的真不少 但是呢 他身上真的有很多 我们大家需要学习的地方 虽然我们大家不是做导游的 但是呢我们去到外边 也应该和外边宣传我们山西 介绍我们山西 让更多的朋友啊 来咱们山西做客 来再一次的感谢金岛 谢谢金岛 希望有一天去到宁夏 真能再和你一个团 好吧 好的 一定要来找我 谢谢金岛 就给我一双翅膀 让我自由的飞翔 麦克风回我鼓掌 聆听我放声歌唱 是什么让评委感慨往前 让人觉得是有点 有点心酸 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 一个必然现象 但是也是一个 期待解决的一个现象 我们真的要被 你这种选择鼓掌 是什么让图家妹子 情绪失控 泪洒现场 是什么让观众 深夜泪笑 孩子没有人是天生冷漠的 只是因为他得到的爱太少了 没有走开 马上回来 好 接下来呢 剩下的两位选手 自然地成为 接下来的对阵双方 好 我们首先要请出的是 三号 周津平 三号 周津平 米城市集团 二叉叉 就出 wearing those 好不容易咱们 坐在那里 咦啦啦啦啦 这杯杯烧 酒要大家都和笑呀 到下这啸酒 在好呀 后拉花 一杯杯烧酒 好紧点点那个菜 感谢祝家的和乐招待 唱的呀不哄嗓子呀泪 我请大家多担待 爱情全国的朋友都到山西来 在我们的见证下 周大哥完成了自己的作品 还唱了一段歌曲 这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穿着羊皮袄的 唱着林哥的一边写着书法 连为个印章都没忘了印上去 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刚才说一手拿话筒 一手拿毛笔 刚才我就给大家讲试一下 中国龙 主持人 你们两个能拿吗 你来试一下 我还真没练过这个 你来试一下 来我给你铺张子 画一个小鸡吃米图 来你试一下 我就是这支笔是吧 你看吧 你找感觉了 写一个鸽字 鸽字 真没练过 来我给你压住 这是老大哥现场难为我 你看 要不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看就不要了 我现在就想看那个鸽子 走掉了 就想看这个鸽子 这首歌走掉了 那就看一下吧 实在不行 一会儿弄后盘 你补一身 我满眼都是一个大大的欠字 谁欠你这么多呀 比例有问题啊 来来来 行 别展示了 这弄作太专业了 展示弄作 来 你们可能大家都没听出来 其实马俊写这个字 他醉风之意不在字 他是说 这个我们这个选手 书法写得很好 歌有点欠 所以把那个欠字 写得非常大 你不能这么地批评人 确实不亏 陕西书法家里边 唱歌唱最好的 陕西民歌手里边 其实写得最好的 你唱的那四句啊 比你单独唱一首歌 声音用得好 声音放得下来 音色也还比较松弛 我觉得真是很不容易 那我就送您半句歌吧 我很少在这个舞台上唱歌是吧 这个我唱歌就是除了调不准 其他都非常完美 就这样被你征服 切断了所有腿路 恭喜 谢谢 高丽 你的这句歌 和我刚才写的那个歌 相得益彰 你写的那个字 歌字 好 那接下来呢 您也没得选择 要面对的是我们的四号 来自湖南的陈红 来 有请陈红 来 有请陈红 那只有他了 OK 久等了 陈红 这个第二环节90秒 怎么展示 第二个环节呢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桑志明歌中的儿歌 儿歌啊 小朋友唱 就听到你教那些孩子们唱的歌是吗 对 我们幼儿园小朋友都会唱这个歌 那也让我们听听 让我们找寻一下儿时的记忆 从年的回忆 90秒钟即时开始 一半半的个儿的儿 走一点的个儿的诗 穿上的个儿的海盒哟 上到了的个儿的山内 一二呀一夜 穿上的个儿的海盒哟 上到了的个儿的山内 一半半的个儿的海盒 穿上的个儿的水 穿上的个儿的面哟哟 飞上的个儿的包围 一二呀一夜 穿上的个儿的面哟哟 飞上了的个儿的包围 你这歌里边低歌低歌的 这是啥意思呢 对啊 低歌 低歌呢是少和小的意思 小的意思 对 就是小小的 一般小小的孩子 做着小小的事情 低歌低歌 我还以为是一首描写 出租车司机的歌曲 低歌的声音 是不是 我们听听老师们 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特别想问你 为什么你当初没有像你的同龄人那样 出去打工呢 我是幼师毕业 我刚刚幼师毕业的时候回到老家 那几天在家休息 然后就一年 一连接着好几天 都看着我们邻居家的有几个孩子 都在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大树架 玩那个你当老师 我当学生的这个过家家的游戏 然后我了解到了就是 这些孩子的爸爸妈妈就已经出去打工了 爷爷奶奶带着他们 我们那个地方呢 是在郊区 离县城的那些幼儿园还有一段距离 那爷爷奶奶每天在家 还得做家务活 还得带着孩子 就没有更多的精力坐车 去把孩子送到县城的幼儿园去读书 然后我就一直想着 我一定要努力在这个地方办一所幼儿园 于是呢 就有了现在这所幼儿园 容易吗 嗯 办学的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 对 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 但是 其实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非常感谢大家的 让我站在走到第二关 因为我在第二关 我真的想说的 不是我自己有多不容易 我想说孩子们真的不容易 你学校有200多个孩子 都是留守儿童吗 我们学校的70%左右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 这些孩子们其实缺的不是物质生活 不是说他没有衣服穿 没有饭吃 上不起学 不是这样子 现在 是孩子们心里面非常缺乏父母的关爱 缺乏 缺乏一个家庭的温暖 然后来之前呢 我们三八妇女节的时候 我们被 我们的父母也拍了一些视频 我带回来了 可以大家一起看一下 好啊 我们看看这一段视频 看一看 妈妈我爱你 妈妈我爱你 节日快乐 奶奶我爱你 祝你节日快乐 妈妈 我想你快点回来吧 妈妈 节日快乐 奶奶 节日快乐 妈妈 节日快乐 奶奶我爱你 你帮我睡上学 也给我炒饭 辛苦你了 老师你辛苦了 我爱你 奶奶你辛苦了 谢谢你跟我上学 妈妈 你帮我挣钱辛苦了 奶奶 谢谢你帮我煮饭 辛苦你了 节日快乐 祝你 奶奶 祝你 老师 节日快乐 快乐 祝你 幸福了 看着这一张张渴望成长 我真的觉得他们真太可爱了 我们应该真的更多的尽自己能量 帮助这些留守儿童 其实刚才看到这段视频 我想起我曾经看过的一个关于留守儿童的调查 是一个计时的调查 当时是这个孩子的父母 在他一岁多的时候一起离家双双出去打工 孩子留给他的外公外婆来照顾 我想应该是两年之后 这个父母回到家 就说宝贝 我忘了那孩子叫什么 宝贝 然后所有人都会觉得孩子会扑过去 爸爸妈妈 但是孩子当时第一反应是 叔叔阿姨好 我觉得这个孩子没有人是天生冷漠的 只是因为他得到的爱太少了 这可能是我们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间一个难以避免的现象 让人觉得是有点 有点心酸 其实孩子们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 你看里边的孩子会说 妈妈你给我挣钱辛苦了 爷爷奶奶都会告诉孩子们说 爸爸妈妈为了你们要读书 所以出去挣钱了 对 所以对于这一批孩子来说 这样一个群体来说 最重要的是心智 因为在他们最需要陪伴的时候 一定是爸爸妈妈陪在身边 所以我们为什么 像胡老师之前提到的 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现象 但是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一个现象 我们真的要为你这种选择鼓掌 就是说这个 我想有这么几句话 不是顺口溜了 就是你那个一间 不大宽敞的教室 可能就是十里八乡儿童 最温暖的家乡 爱心妈妈把教育的神圣 点亮在孩子心中最幸福的地方 谢谢你 好 谢谢 来 请上周大哥 接下来第二环节的最后一轮对决了 场上的三号周金平大哥 四号陈红小妹妹 让我们看一看谁能够进入到 第三环节和马田子 来争夺今天晚上胜出的那个机会 好 恭喜周金平大哥 您可以到台下去准备第三环节的展示了 陈红 接下来就还要在我们的舞台上止步了 再跟我们大家说点什么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听到孩子们的声音 我也希望所有的留守儿童的父母们 都能够有空常回家看看 看看孩子们今天学了什么 看看孩子们过得开不开心 和孩子们一起玩一玩游戏这样子 这个幼儿园呢已经五年了 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呢挺难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在今后的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 还会很难 因为呢你和普通的幼儿园不一样 除了要教好孩子们文化之外 还要当好孩子们妈妈 任重道远 陈老师 尊重 谢谢 陈老师 谢谢 好 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到的是 我们今天各送皇后来的第三环节 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赶快参与我们的短信和互动 编辑短信 8778加留言发送至106620 来预测今天晚上的胜利者 预测成功将有机会获得价值900元的 诺亚信手机一步 大家应该已经关注到 我们屏幕下方的报名方式 还有我们的报名电话 03514195656 报名参与我们节目 还可以通过登陆新浪官方微博 S山市卫视歌从黄河来 了解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 在第三环节的两位选手上台 进行最终的对决之前呢 来给现场的观众提供一次 拿手机的机会 大屏幕转动起来 来 歌从黄河来 3 2 1 停 19 谢谢 来 这位大哥您好 穿白身衣的那位老大哥 马田子和周津平 您觉得他们谁能够胜出 2号 2号 马田子 田子啊 为什么 小三枣 你也喜欢吃枣 不改了吗 大哥 枣有糊不一定好吃 不改了 不改了 好 请坐 如果马田子胜出的话 价值900元的诺亚逊手机一部 送给您了 好 接下来马上开始我们第三轮的最终对决 一个是仗着年轻什么也不怕的小三宝 以身动人 以情感人 我相信自己可以获胜 一个是一手话筒 一手毛笔的周津平 来者不善 我要挑战 冠军即将产生 都不错 不多说 谁能胜 总会给你们个结果 今天晚上的最终获胜者是 让我们事故以待 好 接下来呢 要进入到的是最终的PK环节 我们身后的两位选手就在舞台上已经站好了 我们特别想知道他们到底谁能够最终胜出 到底是我身后一路过关斩将的陕北小姑娘 马田子呢 还是我身后热爱陕北民歌 一手拿话筒 一手拿毛笔写字的周津平周大哥呢 在他们最终的对决开始之前 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有什么话要说给对方听 马田子 请开始 以身动人 以情感人 我相信自己可以获胜 好 周大哥 我们想听听此时此刻你有什么话想要说 来者不善 我要挑战 好 二位的挑战宣言都很给力 那究竟谁会成为我们今晚的获胜者 首先为大家演唱的是二号 马田子 有请 请不吝点赞 二位的挑战宣言都很给力 谢谢 谢谢 你若是哪一个哥儿呢 叫一叫你大个小 爱你若是哪一个哥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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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若是哪个哥儿呢 哥哥 我姐姐 爱你若是哪一个哥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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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情不了 看得出来最后二位都拼了 一个是极尽所能 一个是用情置身 现在请四位老师 用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对场上的两位选手 进行综合的点评 刚才两歌手呢 一个唱的是思念 一个唱的是分别 恰好表现了这个陕北民歌里边 另外特别深情的一面 而且我觉得最后这一唱 是个实力大比拼 我个人认为 是三国志位 有句话叫一时欲练 但是呢 我会和大家一起 努力拼 说我认为最好的这个 歌唱是真情换真情 感动自己 感动观众 这就是一个歌唱的目的 那么最后的结果 还要大家上去以后 才能够公布 杨老师 杨老师 综合点评一下 都不错 不多说 谁能胜 总会给你们个结果 好 这位老师 接下来要进行商量 之后呢 给出我们一个结果 在此之前 台上的两位选手 每个人 还有一句话的时间 请你们用一句话 为自己拉票 我相信我还是有潜力的 我还会努力的 好 周大哥 我学到老 唱到老 对陕北民歌的执着 永不放弃 好 好 接下来就请四位老师 商量一下 告诉我们谁 是今天晚上 歌从黄河来的胜利场 二号还是三号 三号 三号 二号 三号 二号 好 老师们已经有结果了 马老师 不管是美声 还是原声态 还是民族声乐 都是一个真情换真情的艺术 感动自己 感动大家 感动观众 所以今天晚上 歌从黄河来的胜利者是 是谁 今天晚上的最终获胜者是 所以今天晚上 歌从黄河来的胜利者是 是谁 今天晚上的最终获胜者是 三号 好 恭喜三号 周清平 今天晚上 歌从黄河来的胜利者 好 那接下来要有请 黄河歌王的挑战资格证书 和歌从黄河来的印章 有请 有请四位老师在我们的挑战资格证书上 盖上我们歌从黄河来的印章 这是一份属于黄河歌王的荣誉 好 接下来有请四位老师到舞台上来为今天晚上的胜利者 周清平翻发挑战资格证书 好 再一次向今天晚上的胜利者周清平表示祝贺 恭喜周清平 也感谢现场所有观众朋友们的光临 好 亲爱的朋友们 歌从黄河来 歌从山西来 歌从黄河来 歌从中国来 下周见 下周晚不见 不赞 神奇卫视歌从黄河来 他 来了 十年前的他 以一首春暖花开 成为乐坛星星 而现在 他以一首要嫁就嫁灰太郎 迅速在网络的红 他 就是流行乐坛长青树 江南才女 周燕红 第一次蜻蜓流传千年歌声的他 竟是如痴如醉 真的很好听 我确实特别喜欢 第一次面对原生态名歌的他 对此赞不绝 他能够把那个音阻唱得特别准确 时尚与古谱 流行与天赖的结合 安菜妖狗最初 他是弄来干嘛的 你们可以选择 谢谢你的出现 让我俩是第一次走得如此的心 6月3日晚8点15分 歌从活客来 看得到的是听盛点 你怎能缺席